大家好,我是Stan 演员乙曾渝表示自己是被骗而吸毒了 11月5号,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乙曾渝在4号接受警方第二次传欢调查时主张 生死场所A某骗了我 给我的什么东西 当时我不知道那是毒品 间接承认了吸毒 根据警方表示 警方在上个月28号的第一次传欢调查时 对乙曾渝的手机进行了数码监视 并取得了与毒品有关的证据 之后,警方将进一步确认 有关乙曾渝被A某欺骗陈述的可信度 此外,警方还计划 从第二次调查中 乙曾渝的其他陈述进行补充调查 打算在短期内要求他第三次出席 据了解,这位高级生死场所A市长 被指控从一位医生那里获得毒品 并将其转交给了乙曾渝 他还为乙曾渝提供了他的家作为吸毒地点 而这个A某目前有6次的吸毒前科 这次在快速测试中 也检出了大量的精神活性药物成分 对了,他就是威胁乙曾渝夺走了3.5千万韩币的那位女性 目前,乙曾渝在尿液的快速设计测试 以及随后的毛发精密检定中 都获得了阴性判定 专家们表示 考虑到头发没厘米 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生长 这意味着在过去的8到10个月内 乙曾渝都没有吸毒 不过,韩国警方没有排除 因为乙曾渝被A某威胁汇款了3.5亿韩元 所以他有可能在过去10个月之前吸毒的可能性 目前警方正在等待乙曾渝其他体毛的检测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果然又是说自己也不知道 无论事实是什么 有夫之夫为什么要常去声色场所 又去女市长的家呢 是吧 大妈的味道很强 不可能不知道 别人给你闻起来很强烈的东西 能不怀疑吗 是把大众们当成傻瓜吗 对我来说 比起毒品 去声色场所更失望 在节目中说了那么多自己的恋爱史 结婚史 被骗也好 让我们知道了你是声色场所的VIP 如果不是这样 他肯定会继续假装是一个忠实的家庭男人 卖弄这样的形象 真是令人作恶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男人们在工作中 有时也会去那种场所 而且在那些地方会暗中给人毒品 然后进行勒索 虽然去了女市长的家 这点令人失望 但还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可怜 对于乙曾渝主张被骗吸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麦克风掉了 所以呢我是一记野鸡 哇把麦克风弄掉了0.1秒都不慌张的野鸡 和完整默契的一记野鸡虽然也很棒 但雨呢能发现后 在Dance Break一结束就递给了他 真的是太酷了 甚至两个人都没有交换眼神 一瞬间就交给了他 两个人太有默契了